寇智勋神秘儿子曝光颜知逆天被称为娱乐圈最帅星二代 寇智勋是大家熟悉的老演员,今年64岁 因出演爱情剧《昨夜星辰》和《一见眉儿》成名,2000年开始来到内地拍戏,评级橘子红了钟荣耀华一较扩新加坡第七届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演员 其后他还主演过《上海风云》、《刀锋》1937、《暴雨梨花》、《大琴之道》、《红教子》等作品,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寇智勋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家庭 寇智勋和太太崔瑶琪自小时同学,可谓青梅竹马,1982年1月两人结婚 寇智勋走红之后,邂逅了一位健美小姐,名叫许黎丹 两人情投一合,许黎丹告诉寇智勋,自己愿意不计名分地跟着他 不知寇智勋是怎么跟妻子崔瑶琪开口解释的,但最终崔瑶琪选择了敞开家门,接纳许黎丹 据说崔瑶琪和许黎丹两人同住一户,只分楼上楼下,和平共住多年 寇智勋共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叫寇嘉瑞,1983年出生 到在2008年的时候就入行做演员了,因在光阴的故事一剧中饰演朱磊而广为人知,号称施乃杀手 按理来说父亲是金钟影帝,寇嘉瑞在父亲的辅助下应该演艺事业很好走的 但现实恰恰相反,寇智勋觉得儿子演技太差对不起观众,所以一直限制他接戏,因而作品并不多 但寇嘉瑞个子很高,五官完美,很有气质,被称为娱乐圈最帅的新二代